再来看到过年前台采呱呱乐买器超级夯的 尤其是最大奖2600万元的呱呱乐 尽管这一张要价2000块钱 但是买器依旧是很高 不过现在就传出说 投奖2600万已经被刮走了 幸运得主呢 就是在得奖最多的北桃园 不过这项消息 大部分彩迷都说不相信 因为没图没真相 而台采公司也没有证实这个结果 鞭炮给他放下去了 全台刮刮了百万二奖拼命被刮出来 跟云林之谜请一天刮中十万元 隔天刮中百万 唯一现身的幸运儿一样 全台已经至少有66个人 拿走百万奖金 没关系继续努力一定会中奖的 中百万当然还不过瘀 只是那唯一的一张2600万的头奖 到底在哪里啊 现在有网友传出 已经在北桃园被刮了出来 这敢不可能 到底头奖的2600万 会不会真的被刮中了呢 不管传言是否属实 都已经影响到了过年的买气 我不晓得了 这次都听人家 以而传而 台采没有正式公告的钱 我们都不能乱讲 别怕别怕 台采公司可没证实这项消息 就算2600万真的被刮了出来 当时抢破头 批购的彩券商也会保密 过年前也不会对外透露 为了确保买气不减 这可是全台彩券行 新照不宣的秘密 事实上去年春节发行的 刮刮乐 2月份也曾传出 在台南的彩券行被刮中 结果到了11月 还没有得主出面领奖 证实有可能是网友谣传 其他的100万的 其他的奖还蛮多的啊 到1月20号为止 全台已经有66个人刮中 百万二奖 桃园一口气就有13个人 拿走百万 比全省其他的现实还要幸运 正因为如此 现在传出2600万 早就被桃园人给刮中了 只不过套句网友的流行语 没图没真相 2600万全台民众还是拼命给他 刮下去 记者朱星明台中 采访报道